今天呢 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的 超级好吃 解馋还不逆人的口水鸡 让我们一起做吧 首先把鸡腿凉水下锅 放入大片的葱姜 去腥的料酒 大火烧开以后啊 咱撇去浮沫 盖上盖子 咱煮它15分钟 准备一个空碗 放入一勺蒜沫 一勺辣椒面 一勺黑芝麻 焦路滚烫的叶油 放入半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半勺白糖 咸鸡精 放点香油 能吃辣的啊 再放点辣椒油 放入葱花小米辣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待用 鸡腿煮好以后啊 咱们捞出来用凉水啊 浸泡了一个小时 放入案板上 咱们给它改刀 切成大块 瓦路盘中 咱们浇了咱们 堆好的料汁 就可以开吃了 进来的大哥大姐啊 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 就给阿豪点个双鸡 点个关注呗 阿豪主要更新了500多道家常美食 每一道都适合在家里面做 当您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啊 你上我作品里面巴拉巴拉啊 你就什么都会了